大家好 又是我Daryl 不少的車友都很好奇我們RAF車隊究竟是怎樣做一個團煉 今天就想帶大家來親力其境看一看 我們今天的賽道就是做一個清宮細圈 我們就會在青龍頭這個迴旋處 就開始吊一個吊頭 咦 剛好看到這個車友 吊完頭我們就會一直直走 然後去到巴士站的大迴旋處再吊一次頭 我們每一次就會做兩圈 但向第二圈的一半左右 也就是這個藍色的牌 我們就會做一次的Spring 過了藍色的牌 再去到青龍頭迴旋處 我們就可以慢慢輕鬆地休息一下 這裡就位之一組 我們今天就會做四組 立即到第一組的第一圈 其實我們事先已經各自自己安排了我們的WARM UP 所以一開始就開始了 我們團練其實從起步到Spring的那個位置 我們都會一直大快速度 就有一點模擬比賽的節奏 還有如果真的做到一個Slee Out Train 相信也是差不多的一個感覺 也可以看到我們每個人都會盡力去帶車 當然正式的比賽的話 就未必會這樣的策略 但是因為現在是團練 所以每個人都是要付出的 同時這種一字形的踩法 你就可以練到怎樣做一個Rotation 從前面帶車帶完怎樣下來 再進回到對面 整條流程 其實做得順也要有一點點技巧 最重要的就是有這麼黏 這樣你才能吃到別人的氣流 去到休息前 真的不要以為是可以休息 看到火箭這裡下斜的話 都是帶得很快的 然後我跟著也要200-300貨才能跟到 我們飛到第二圈 前面吊頭的話 就要準備Spring了 我的策略其實每一次進回旋處 我都要佔一個有利的位置 有利的位置是什麼呢 就是相對來說比較前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每個人的轉彎的技術 和膽量都有點不同 如果你跟著前面的車友 是轉彎比較慢的話 那你出彎的時候 其實是輸一大截 你會輸很多體力去追回前面 因為這間基本上一出一個回旋處 幾百米之後就是衝線位 所以你轉彎一定不可以慢 其實我覺得巴士站這個回旋處 的規旋處是夠大的 所以其實你基本上是不停一停腳 就已經可以馬上再起腳 甚至可能有些師兄勁的話 連腳都不用停 一直踩著出彎 這裡這樣做的話 都真的差一兩個車位 其實在每一套的練習 我都會想一想 究竟我想怎樣去做我的策略 例如會不會在這一套 我嘗試一個走車 下一套我會不會是等 到最後一起Bunch Sprint 這些細節就沒有人會告訴你 怎樣去做的 唯有自己去量度 自己去計劃 那我在這裡 就想做一個遠距離的攻擊 因為始終其實我遠距離的話 是比較差的 所以見前面 稍微鬆了少少腳 慢下來少少 我就借小 彈去前面 這個攻擊其實是有用的 因為見到後面都還沒回來 是很容易形成了一個Gap 不過可惜 隊長和後面的馬仔 就完全看穿了我想做些什麼 根本就是吃著我 這樣跟著我去 而我也都沒有辦法 去換個位置下來 因為我知道 我一換下來 鬆慢了腳的話 他們會馬上來攻擊 所以我唯有死頂 一路看看可不可以撐到最尾 不過可惜 真的體力不計 始終遠距離是我的藥行 所以他們馬上就彈了出來 在這組結束後面的人都有點距離 看你需要一點時間才可以組合在一起 也好 多一點時間讓我休息 組合在一起 我們就開始第二Set了 前面因為車友 做什麼事 還未到你的Turne 就彈了出來 想輪下來 其實每個人的狀態和體能 都有點不同 我們都是希望大家盡力就可以了 這位車友可能想盡量保留他的體力 到最後做這個Sprint 所以現在就叫做 偷一偷 找個位置休息一下 前面就是回旋處 喂 這位師兄停了在右邊路邊 好危險 蛤 是不是爆了態呢 希望你沒事 在這個回旋處 我切換到到後鏡的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個彎 加不加腳 保不保持你的power 是真的有一個明顯的分別 成進後面這裏可能慢了少少 或者起位慢了少少 那就已經相差一兩個車位了 我發現就算是直鏟一個回旋處 你都不可以完全當它是一條直線 用一個均速平均的輸出去踩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這些位置 你是要加腳 你才可以保持不會掉的 看看後面的位置 加慢了少少 哇 掉了也不知道有沒有四個車位 差不多 來到青龍頭迴旋處 即是已經是Lap 2了 不知道為什麼 隊長幫我們斷了龍 而前面的馬姐 在出彎的時候 回一回頭 都看到有斷龍的情況 我們兩個 就不約而同地 加腳 打算成勢 就去走車 其實走車 我真的不行 所以我經常都會找一些機會 可以練到走車 我又沒有特別要在第二組 這裏做一個走車 純粹是看到有一個走車的時刻可以去 我就會借機去練一練 其實我們兩個走車的動作 真的挺強硬的 當然付出的力量就很高 400多這樣 保持著一個40多以上的速度 但其實如果你不保持這個的話 後面就很容易會蓋上來 對 不過很可惜 未上到停車場的頂 馬仔就打算放棄了 這個時候其實我都可以選擇 和他一起放棄 回到住車群裡休息一下 但我就想去把握這個機會去練車 儘管繼續去看一看 我可以持續到多久 不過可能始終都知道 這個走車是不會成功的 所以都叫做保留一手在這裡 話那麼快 隊長他們就已經跟上來了 不過再看真一點 這個不是整個集團一起回來了 是隊長拉了兩三個人 跟他一起來 形成了一個小小的五六人 差不多的離開 快要衝線了 我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有人會發射一個遠距離攻擊 不出所料 隊長發動攻擊了 不過我在前面已經聽到一些轉波聲 和傻傻傻的倒鈴聲 所以我馬上加速 完美地瓦解了隊長的攻擊 隊長跟你踩了兩年 你踩起屁股 我也知道你想做什麼 哈哈 其實隊長現在的位置 是尷尬的 因為他已經燒了他的火柴 去做這個攻擊 如果他現在收腳 想留力的話 只會輸得更多 而我就處於一個有你的位置 總之大家開始衝 我又衝 那我就應該可以借著氣力 彈出去 我經常覺得這些Spring 是真的好效力的耐性 因為你看到的終點 你是想衝 但又不可以 太早的話 一來你自己無力 二來可能會被其他人吃著你 這樣上 可以見到隊長現在起腳要Spring 剩下百多米 這個時候 彈出去 好了我們已經開始第三套了 其實剛才第二套 主集團的隊友 脫得比較快一點 所以我們休息完 去到第三套的開始 他們還未能追上來 成功的好處就是因為很多迴旋處 亦有很多位置 讓你可以去short cut 然後就可以當成一個復活 這樣跟我們 所以看到前面的兩個隊友 他們就是拿了一個short cut 就可以很快跟得上我們 我們第一圈 雖然是保持著一個比較高的PACE 但相對是挺平靜的 那我們就飛到這個LAP2 準備要Spring了 這次我想練的 就是一個中距離Spring Attack 對於我來說 我可能就是四五百米左右的距離 我看到前面 一有少少慢了下來 我就覺得 這個是我的時刻 我要去 當然各位車友 雖然看到這裡 就過了在右邊的快線 但我還是看清楚 沒有車才過一過去 而且一做完這個動作 我就馬上回到左邊 所以大家記得安全第一 看到後面真的腥風血雨 我想沒什麼人猜到 我會在這麼遠的距離 所以看到大家手忙腳遠 就想追上來 跟著我的尾 來到第四組 也是最後一組 有沒有搞錯 一開始就已經斷了 什麼事 不過真心 這些練習 真的很累 半圈好像很多 但其實實際 踩起來 真的很少時間 火箭一帶頭 真的快很多 就算上斜 我相信整個小圈 這裏應該是一個最長的上斜位 但很多人都通常會在這裏 然後去到頂 馬上收慢 我們就喜歡上到頂 繼續下去 因為如果在這裏 有任何的gap 形成到的話 你上到頂 就不可以拖慢 不可以給機會 任何人再追上來 所以記住 總之 好了好了好了 最後一個衝撤了 我們剛剛下完的斜 前面就是回旋處 其實在這個位置 我真的有點想不到 隊長竟然會發動一個攻擊 始終這個位置 速度是比較高 要做一個攻擊 做到separation 都是需要花不少的力氣 而因為隊長 我知道他的走斜能力是高的 所以絕對不可以讓他離開 但這裏 我都已經在推四百多火 都是好像完全接近不到他 而且你看到他好像蛇仔走 又左右右 他都是盡量不想給我機會 吃到他的氣流 當然 各位車友 好 記住 安全第一一下 沒有車的情況才好 這樣做 不過幸好進回旋處 我們就能追回 其實這裏都看到 基本上只有我們四五個車友 跟上 啊 成進都已經掉了 在這裏 其實我也是想著 我們三個人 就會在輪車 捱到尾 做個決勝褲 是很困難的 喂 後面這位師兄 你不幫手輪車的 有沒有搞錯啊 我好累啊 喂 隊長 你這麼快就插手 沒有帶過車 那樣 是不是玩我先 其實很明顯 他兩個就在欺負我一個人 不過都是正常的一個方法 所以他們呢 在我一換下來的那個時機 就發動了一個攻擊 其實雖然我知道 這件事是會發生的 不過呢 真的太累了 已經沒有了力 這個就真真正正的 有心無力 這一刻 我唯有好像高橋梁界 在後面看著 藤原托海和中李毅的決鬥 就這樣捱到最後 先沖 今天的練習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就會多了解和認識 我們怎樣去做一個團練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 這集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拜拜